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来跟肉丝 葱 蒜 快炒 成为香土味浓厚的菜肴 吃起来脆口又清甜 很有一种家乡味的感觉 在地使用的蔬果都不够 都要从台湾坐船来 所以一般来讲都会比台湾的成本还贵 就是你们可能买10块 我们要买13块 15块 在澎湖蔬菜成本高取之不易 为了保存 当地人会把蔬菜晒干 没想到意外美味 如果还不过瘾 有这道秋刀鱼酱 秋刀鱼用酱油冰糖炖4到5小时 加入米酒软化鱼骨 还必须慢火熬煮 不能大火因为它会焦 秋刀鱼简直就像中了化骨棉长 连鱼骨都能一起入口 浓郁却不会死闲 令人回味再三 吃那个秋刀鱼最怕那个臭车穴 但是都没有 那个酱盖过去送来 它是有精心料理过 然后配上那个酱汁 很感受出来这里老板的用心 不要以为就这样而已 这家餐厅有隐藏版菜单 想吃还得靠运气 面馅拌油煎煮 直到颜色变金黄 再来用老姜爆香 跟特制的酱汁一起烹煮 里头有米酒黑糖麻油 淋在面馅上头 这道菜叫做煎热 吃起来有黑糖加麻油香气 甜甜滋味刻骨铭心 这可是早期澎湖父女 坐月子的补品 以前我们这边坐月子 女孩子比较没有什么 补身体的东西 那以前补身体的最主要就是 麻油米酒跟黑糖 就补血补气的 老板陈宏耀是餐厅第二代 回乡起当初爸爸开这家餐厅时 为了走出差异化 选择古早味料理却不被外界看好 以前不看好 会觉得说 老一辈会觉得说吃到怕了 那怎么还想卖这种东西 没想到店一开就绪二十多年 怀旧料理勾起不少人儿时回忆 靠口耳相传打响知名度 如今传承到第二代 也用时间证明澎湖的真实力 餐厅 向我 说